压压的费用令人射击 小剧场 大猪子天 本节目有压压电玩特约赞助不出 压压电玩买主机卖游戏的好地方 各类主机优惠多多 记得搜索我压压电玩哟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刷猪子 不过在之前上次的视频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忘记给那些球场朋友们也配套装备了 对啊其实那天我就想跟你讲 你就管你马后跑 然后今天上午花了半个小时随便配了一下 发现大剑的懒人都还意外的好配 而且特别的适合新手 你看这个蒸汽大剑套 要攻击有攻击要体力有体力 收刀集中也没有啥 唯独就是要一个无机珠和一个痛机珠 你这个拔刀怎么没有抽到3 谁跟你说拔刀一定要抽到3 不到3的话只有60%的暴击 所以这个时候用弱点特效来补 这样的话只要打中弱点肯定暴击 而且这样配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看到第一招 如果把怪打晕了之后 因为后面两招依旧还有50%的暴击加成 比起以往的看到怪 就算倒地也只能默默收到的一刀流拔刀斩来说 这个可用性跟泛用性要强很多了 啊我大概懂点意思了 这样呢新手又能用拔刀斩 而且也可以慢慢的锻炼这个独孤九剑对吧 然后奇迹般的事情就他妈发生了 我他妈对比下来 竟然跟最强的我那个80%暴击伤害 就差了几点的dps 啊啊所以我们说吧这个我们是不会放弃啊 这个新玩家的我们永远是优待优惠新玩家的 你看这个球长头就是我们技术的基金啊 嗯大概哦 不过我后面研究了这个数据我才知道了猫腻 啊什么猫腻啊 相信很多奇迹玩大爷的朋友也碰到过 三段的蓄力呢有的时候会打出不一样的伤害 啊然后呢 然后猫腻就出现在这个第三下 之前两下都很正常 但是只有第三下他对超会心的收益是有压缩的 同样的装备我去掉超会心可以打出最高的伤害783 但是戴上两级超会心之后呢只能打出846 原本应该有百分之时提升的两级超会心在这里竟然只有8% 三级的超会心更是被削掉了3% 再加上大剑的三段招式本身就有6%的浮动 大剑本身所有的攻击都带5%的浮动 这么一来加起了个11% 这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去掉攻击之后 用超会心反而打的更低的原因了 啊那么现在大剑要怎么堆劲呢 首先因为现在没有处理会心 所以说现在最优先的还是要先去掉副会心 最后物理系优先还是堆弱点特效 然后无脑堆攻击攻击最好能配到4G以上 然后因为刚才也说大剑默认的三段暴击是1.3倍 喜欢113的同学优先堆暴击不要堆超会心 因为你超会心就算堆满了三级也只有6%的收益 相反三个精神抖擦的提升倒有9% 让你总暴击值超过70%或者拔刀一刀流的同学呢可以先堆超会心 喜欢113的同学呢一定要配个集中二级 但如果你是喜欢铁山靠剑招拆招的朋友的话呢 对不对集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然后我再给出一套球长的丝瓜套的套装 TPS输出呢跟之前的套是差不多的 除了一个痛击珠以外呢还要多上一个浑身 两套装备的总体输出呢跟最强套比起来呢也就差了百分之17点几 这百分之17点几也蛮差的蛮多的呀 可是人家打不出珠子怎么办呢 打不出珠子可以刷嘛哎呀这么这么笨的呢 这个准备个油盘对吧 买不起油盘呢 买不起油盘问同学建一个然后把游戏的存档 靠到牛盘里面去哦让我开始SL大法咯 谈娘的不SL大法怎么改名啊 然后老老是拿出一张笔拿出一张纸 跑到游戏里面去练精先练个食堂 练不了食堂的人怎么办 我他妈游戏都发售这么长时间 食堂都练不了上一个游戏吧 怎么练到食堂之后呢 练食堂之后你发现如果当中有你要的 你就记住是第几次 然后再把之前靠在USB里面的存档的 靠回游戏里面去覆盖 然后重新进游戏 做上回的这个彩石版的最简单这个任务 然后再想快点的话都给婆罗换上SSD 读个盘十来秒做个任务五十几秒 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出来了 哇他们这些非洲球迷买的都是SLEM 换不了SSD怎么卖啊 就算的话现在这个SSD价格实在太恐怖了 他们根本换不起啊 哇靠这都换不去 叫他们到村口去卖片去 哦哦哦你们村片多少钱 我又不决钱我不卖的 哦 那么这个刷出字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吗 这个刷出字的时候呢要注意 那每过一个任务呢它是按照一一二的顺序来跳的 三次任务超过四套链接 如果第五次的链接是你想要的珠子的话 你就做三套任务就可以了 如果第四次想要呢 那你就只能把第三次一起练进去了 哦但我还是碰到过有一些朋友 即便这个SSD大法也救不了该怎么办呢 他就是不出 啊那这种朋友的话呢我推荐还是三号重练的快点 哇为什么要三号重练啊 因为你在接任务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个浮动值 这个浮动值如果我过小的话你这个运气就会特别的差 哇靠还能这样子的啊 啊否则我给你三个任务空格干嘛 啊那为什么要这么搞啊 啊肯定要这么搞 如果不这么搞的话这个大家不都是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毕业了呀 那这游戏就突然间没人玩了对不对 哇这都可以啊 这个叫运营你到底懂不懂 那有些人不喜欢SSD大法他们想用正当的办法 有没有办法可以刷到这些石头呢 那你只能天天去打理仗鼓龙去了 不过肯定不搁存了 我们后来看这个数据好多HR300多的到现在一套专门都没毕业呢 我去HR300多还行 那除了这件还有什么东西要交给同学们吗 没了还能怎么交 这个赶快关注一下鸭鸭这个视频啊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有鸭鸭电玩特约赞助不出鸭鸭电玩买主机卖游戏的好地方 各类主机优惠多多记得搜索我鸭鸭电玩哟